高雄有一名杨姓男子说 硬闯了警方的拦检站 全身都是酒气 结果酒测值超级高 是1.73 连警方都傻眼 这到底是喝了多少酒 一查才发现原来 他是酒驾惯犯了 这是他曾经酒驾的 这是昨天 前几天被抓的 然后先前 我的妈呀从命过100年 他就开始一次两次 三次五次 六次酒驾了 六次被抓 他还是要喝酒开车 对于这种人 我们的法律真的 没有办法再给他 更严格的贺阻吗 杨姓男子浑身酒气 被警方拦下零俭 蹲在路边喝水拖时间 但还是逃不了吹酒测 1.73 酒测值高达1.73 连警方都惊呆了 到底喝了多少酒 身份一查原来是酒驾惯犯 从100年开始陆陆续续 还曾酒驾剧策 一直到110年 高达6次 酒驾招待 另外一边高雄行刑区 两名女骑士没有驾照 偷骑机车双载 结果疑似闯红灯 撞上自小客 两名少女喷飞入中央 吓到哭出来 双手双脚擦挫伤 索性松衣后没有大碍 但遭撞的自小客 车门凹陷 车主一脸无奈 警方调查 双方都没有酒驾 初步判断 是女骑士 未一规定闯红等两货 但详细车祸原因 还有理清 这高雄总报道 好 在高雄凤山 有一间幼儿园 八月底的时候 教育局就发现 你们怎么收那么多学生 已经超过了 标准是可以收120名学生 但他们居然超收到143名 那么教育局就要求 幼儿园你要限期凯善 结果没想到苦到的是 被砍班的家长 15名学生的联络部 说被贴上纸条 原方说因为我们教室整修 所以收拖只收到一月底 结果也让家长措手不及 接下来一月之后 小朋友不知道 白天该送去哪里 原方虽然有协助说 帮你们转到其他的幼儿园 但是说这个环境 让家长觉得很难接受 现在原方不出面沟通 也让家长觉得 怎么这年头 想要找个幼儿园 照顾孩子这么难 家长Key Put Put 拿着家庭联络部 直接找上门 因为幼儿园要砍掉整个班 让家长无法接受 字条上贴着 荷花班教室要整修 幼生将拖收到1月31号 15名家长傻眼 要小朋友何去何从 我女儿昨天晚上 她半夜起来的时候 哭了一个小时 她说她不想要换学校 之后才发现说 她跟老师有发生一些纠纷 她裁了老师之后 就直接把这班裁掉 家长投诉爆料 早在8月底 这间幼儿园已经超收 规定收120名 超收到143名 还疑似和老师有劳资纠纷 现在整个班被牺牲 虽然园房协助转到其他幼儿园 但家长还是难以接受 园房甚至就是摆烂 她找了附近的两间 两间学校 那你们要不要去随便你们 当初在找的时候就是不满意 不然她为什么要选择这间学校呢 那有关幼儿园超收幼生的部分 我们也已经请幼儿园 应该要以防守善的安置 家长怒控 园房超收 却找借口假装教室 要整修来砍班 无预警的被告知 现在有钱也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 家长无奈 希望园长别再躲猫猫 给出合理交代 接着邓名黄世云高兴报导 那么另外在台中 说有一名失信男子 清晨5点多的时候 跟朋友在逢甲商圈的骑楼聊天 就突然说被人拿菜刀砍 而且把他的头啊 左手啊肚子都砍伤了 现场是血迹斑斑 这户车到场看到 血迹斑斑的失信男子 赶紧将他抬上担架送医 骑楼地上留下大片大片的鲜血 让人触摸惊心 惊悚的当街砍人案 发生在热闹的逢甲商圈 警方赶到现场彩阵 事发在清晨5点多 当时失信男子和蔡姓女友人 在骑楼下聊天 一辆白色冰市车突然出现 嫌犯拿着菜刀下车 二话不说 对着失信男子猛砍 造成他头部左手臂 腹部伤痕累累 警方花了四个小时 就逮到四名嫌犯 发现双方失怪的感情纠纷 引发冲突 尽好被害人送一后 没有生命危险 年轻人因为情感纠纷 帮朋友出气 当街吃刀砍人 是在冲动 台中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渔民 觉得很难过 因为今年说 蛮鱼苗产量锐减 捕捞蛮鱼苗的渔民 在火山扶石中 翻来翻去 努力找寻还活着的蛮苗 渔业数每年十一月 到二月开放抓蛮苗 许多渔民一开始 就到宜兰撞为海边捕捕 但一个多月来 仅捕到一万一千一百零九条 相较于去年同期 一百一十八万多条 产量锐减百分之九十九 雪上加霜的是 又碰到日本火山扶石 漂到外海 好不容易捕到的蛮苗 不是死掉 就是被锋利的扶石磨伤 让渔民苦不堪言 一大核保利农箱内 只有区区两条蛮苗 渔民表示 这就是这几天下来的收获 但光是购买渔网的费用 就高达五万元 入不敷出 生活无以为继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补助 但渔业数表示 火山扶石和蛮苗死亡 没有关联性 因此不符合 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渔业数进一步表示 蛮苗减少与天后 以及海流有关 只要有任何条件不一样 就会影响捕捞量 且捕捞季将一直持续到明年 整体数量还要观察 现在讨论救助问题还太早 记者林医生张志仁 宜兰报道 下期翻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